对于颈椎病的治疗来说 因为它的类型不同 所产生的病因不同 在治疗方式上会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颈椎病是否适合做按摩 我们首先要通过我们的就诊 检查来明确 到底它属于哪一类型的颈椎病 继而才能够决定 它是否适合做按摩 或者是做其他的治疗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神经根性颈椎病 因为它的症状是因为椎间盘 或者其他治疗物压迫了局部的神经根 浅生了一侧的肢体的疼痛 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做按摩 它能够起到放松局部肌肉 减轻椎间盘的压力 减轻对于神经的刺激 可以达到缓解症状的目的 所以说早期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做一些按摩是可以的 对于脊髓型颈椎病来说呢 因为它是因为 质压物来自于中央 使得颈髓受到了压迫 产生了四肢的麻木 无力行走不稳等等症状 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禁忌做按摩 因为按摩以后 有可能会出现颈髓压迫症状的加重 造成病人肢体症状 麻木无力的症状加重 甚至出现局部的瘫痪 同时呢 对于做颈部的按摩 在按摩的力度 部位等等方面 都有比较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建议患者呢 即使要进行颈部的按摩治疗 也要选择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